HELLO 大家好,我是順真小禮 今天要大家認識一下導環長線上所使用的環氧素質 也就是俗稱的厚枝漆 那麼環氧素質 到底是什麼呢? 環氧素質其實是一種熱固性環氧化物聚合物 它泛用於我們日常生活中 包含一些建材、防水材、塗料以及各類的黏濁劑等等 都是環氧素質的衍生物 竹帆不及被窄,可說是處處隔建 今天我們要針對我們場內吊竿加工所使用的各類環氧素質 做一個特性的比較以及詳細的介紹 1. 強度 大家希望導環可以非常穩固且牢靠的固定於乾體 不易鬆動 2. 亮度 畢竟吊竿是一個商品 大家還是希望美觀且具備高透明度 3. 耐黃變 這也是外觀上大家在意的 環氧素質硬化劑經過陽光照射 長時間還是會有黃化的現象 只是程度不異 4. 彈性 環氧素質的彈性會決定是否容易均裂 但相對的也會影響素質強度 5. 原則上彈性與強度彼此是衝突的 換句話說 彈性越好強度就越差 1. 固化時間 固化時間越長 所需要的轉動字距要更多 所以在設備空間等製造成本就會上升 2. 濃稠度 濃稠度會影響操作性 鈦西可能需要增加上焦的次數 當然多上一次就是多一次的人工 與靜置過程的成本 3. 起爆起霧問題 有些環氧素質對於環境的敏感度很高 環境因素會造成完成品的不良情況 設法將環境控制在一個恒溫 恒濕的空間也相對重要 更多的細項因素先不談 身為製造端 我們至少就必須考量以上7點 最讓我們生產端活動的問題是 這些條件往往彼此是互相衝突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 綜合上述幾個條件 工商一下 我們針對不同需求推出 我們長期使用兩款不同性質的環氧素質 兩種配方1比例的不同 分為2比1和3比1兩款 2比1的特性 它的黏著性高一些 也就是我們台語所說的卡克 單字上焦的厚度可以厚一些 較好操作 固化的時間短一點 大概4到5個小時 就可以呈現半乾的狀態 硬化速度快 所以講求效率2比1是最好的選擇 3比1的特點是耐黃變 透明度高 在長時間陽光照射下 相對起來黃化的速度會慢去過 超度上要留意的是 3比1的濃稠度 調和後會比較稀一些 硬化過程會較慢 對環境的敏感度比起2比1會更敏感 所以我們操作3比1環氧素質的時候 環境盡可能的控制在一個 恒溫恒濕的空間 整體品質會更穩定一些 除了這兩種比例配方之外 我們實際在工廠操作時 還有另一款美國製的環氧素質 1比1的比例配方去搭配使用 此款美國素質對於環境的敏感度也很高 只要濕度控制不好 很容易會有霧化的情況產生 它的最大特性 硬化後會帶有彈性 彈性好的優點是不容易在桿子受力後 導航綁角處也列伍的產生 但固定的強度會偏弱一些 比較適合傳掉類型導航朝上的桿種 例如適合美國本土一些脫掉船乾的市場 但如果用在台灣海釣場的龍膽石斑釣法 採用紡車型導航朝下 很可能在瞬間開槍的狀態下 導航有脫落的可能性 相對來說 美國1比1數值使用上有一定的曲線性 所以我們目前不主動推薦此款 以下針對我們有的三種環氧素質 歸納彼此的特性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首先1硬度 我們可以從實際做出來的殘線點去比較一下 1比1是最軟的 使用指甲下壓明顯有痕跡 3比1沒有痕跡 但有一點點陷入感 2比1硬度最高 指甲壓不下去並會滑動 第二點彈性部分2比1最硬 基本上沒有什麼彈性 所以肝指在大角度彎曲最容易有列伍的產生 但不影響固定的窮度 而1比1在剛剛指甲下壓的痕跡 而慢慢的回彈 剛剛下壓的痕跡已經消失了 至於3比1的彈性介於兩者之間 第三點透明度和耐往邊 這兩項我們一起看 沒有受到環境的影響 例如紫外線或海水的侵蝕狀態下 三者在透明度上是看不出任何的差異 但隨著時間及環境的影響 2比1較容易產生黃化 但不影響強度 第四點濃稠度 2比1混能後的濃稠度明顯比3比1濃稠 環氧素質隨著時間會起化學變化越來越硬 有些人在操作時會增加一點溶劑來調泊 但我們建議盡量依據您要上的肝 適量調配幾個 調泊劑盡可能能不加就不加 以免影響本身素質的特性 第五點環境要求 主要環氧素質 比較怕潮濕的環境 例如1比1素質濕度過高容易起霧 造成透明度不好的問題 所以將環境溫度控制在25到27度 相對濕度控制在60%RH 可大大提升品質的穩定性 第六點硬化時間 2比1的硬化時間最快 大約3到5個小時可以呈現半乾的狀態 原則上6至8個小時就可以全乾 而3比1和1比1的硬化時間相對較長 大概要6至8個小時呈半乾 要出貨一定得放隔夜 以下我用表格幫大家做一個 三種環氧素質的特性總結 如果您對環氧素質還不知道 如何做選擇的朋友 2比1好操作、硬化快 對於操作環境影響比較小 適合快速維修及倒縱化使用 而3比1、特性、耐黃變、高透明 對於環境影響較大 適合製作高品質手工乾自然使用 對於做乾子或維修檔盤 有興趣的DIY朋友們 都可以自經銷據點購買這兩組操作看看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追蹤、按讚、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春真小鈴 下次見 掰掰